是942的這個範例對不對 然後我們會有三個class 應該一個interface 或者是說4.1這邊也是一樣 有四個class 那我們可以怎樣呢 在這邊建一個 這個 比如說 再建一個套件 那請各位把這個四個套件分別建四個 這邊有四個 我們就是利用4.941的這個範例 裡面會有四個類別 請你把它分別放在這一個套件裡面 那你放在這個套件裡面的話呢 如何去存取 前面那一題是 我們是把它放在同一個class裡面 所以沒有存取的問題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建立一個 952 那我要怎麼存取特別注意喔 主要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package 一樣我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package 所以這部分沒有問題 前面講過 另外我 這幾個 總共會有四個class 我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一個 套件裡面 所以我要存取的話怎麼做呢 因為我在同一個專案裡面嘛 所以呢我可以用一個input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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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我可以把這幾個input進來 那特別是input後面要加上 它的套件名稱 我的套件名稱是CH09 電 mine sharp 然後呢有三個 cycle rectangle 跟tringle 會有這 這幾個 那當然如果說呢 我們有一個sharp 假設你要把它放進來